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世贸艺馆登场开幕仪式 邀请到总统赖清德 国客会主委吴承文和声策会创办人王金平等重要贵宾一起剪彩 展览以健康智慧快乐三大主轴 丰富内容吸引大批民众到场参加 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长寿新经济的商机已成为产业将要面对的重要趋势 二日游声策会、经济部产发署、 述发部、述禅书等部会举办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式揭幕 典礼邀请到总统赖清德 国客会主委吴承文和声策会创办人王金平等相关部会共同剪彩 赖清德至此时表示 明年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竞选时提出健康台湾的国家愿景 未来会为国人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 让台湾成为全球高龄健康产业的领头羊 人的寿命其实跟科技有关系 所以我们科技一定要导入 特别是人工智慧 我们要导入科技 然后去做生活上面的应用 创新应用 在医疗更是需要 所以未来政府会大力的投资 人工智慧所需要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说我们要立足台湾 布局全球 胸怀 胸怀全世界 根据资料显示 2025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预计达468万 高龄族群医疗招呼格外重要 未来融入更多AI科技应用 帮助相关产业的发展 经济部长郭志辉强调 未来经济部将结合台湾AI ICT科技应用优势 建构大健康产业生态系 涵盖饮食管理 预防诊断及疗后附件等领域 提升产业竞争力 期盼透过前瞻技术 协助台湾高龄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知识的应用服务 发展出来 建造我们主权AI的系统 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 不见得是要到医院里面 才能够享受我们高水准的服务 云端主权AI的发展 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要让国人不仅活得长寿 也要能走能动 活得健康的长寿 同时也要运用台湾发展 AIICT科技应用的优势 建构全面且多元的 大健康产业生态系 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从8月2日 至4日与台北世贸医馆登场 整合健康、数位、科技等跨领域内容 完整串联高龄健康生态圈 甚至会邀请民众到场 实际体验高龄健康产业 与AI科技结合的新时代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